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元素节点中的一些属性 那么首先我们要去认识的属性是 第一个属性是childnotes 这个属性是获取当前元素节点的所有的子节点 好 那么怎么去做呢 你比如说我们在当前页面上面有一个dv 然后在dv里面我们有这么几个标签 有em 这个是写体 好 然后还有文本 那么还有一个stronger 这个stronger是粗体 那么我们先将dv1给获取到 好 然后在这儿去输出当前dv的channelnotes 我们去运行一下 在这儿它返回的是一个objectnoteslist 也就是说它返回了一个节点列表 节点列表 那么这个节点列表里面装有的是什么呢 装有的就是当前元素节点内的所有的子节点 那么我们可以去输出一下当前元素节点的这个 子节点的长度 那么它一共有三个 这三个子节点的分别是谁呢 分别是咱们的em节点 stronger 还有一个谁呢 还有一个文本内容 还有一个文本内容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涉及到 我们从一开始学习dome的节点类型的时候给大家强调过的 咱们的dome的节点类型的一共有三种 其中一种的是元素节点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标签 一种的是文本节点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文本节点就是这部分 第三个节点呢是属性节点 那么属性节点呢 稍后呢我再去给大家讲 那么现阶段呢我们来看这个元素节点和文本节点 那么在我们 获取到的元素节点的所有的子节点里面呢 它那包括什么呢 包括两种这个节点类型 这两种节点类型的一个呢是 元素节点 另外一个就是文本节点 好,那么对于这三种节点类型呢 它呢都有什么呢 都有下数几个属性 我们可以的通过一张图呢 去给大家完成一下 每一个节点呢都有下数三个属性 这三个属性的分别是这个 node name, node time,和 node value 那么对于这三个属性呢 不同的这个节点类型呢表现出来的这个效果不一样 那么你比如说我们元素节点的 node name的是元素的名称 node time是1,node value是now 而文本节点它的node name是 仅号test 文本类型的是3 然后呢 node value是文本的内容 而属性节点的是属性名称2 和属性值 这个表呢 我希望大家能够非常非常深刻的 老记录啊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在后续的这个随性中呢 就可以呢 直接去用 好 那么既然说呢 我们刚刚的这个元素节点呢 在在我这个元素节点 dav1下面的子节点 一共有三个 这三个分别是元素节点 em 文本节点 和这个stronger元素节点 那我们就着个的把它们去输出一下 在这呢 我们先去找到 我当前dav child note 是第0个元素 然后呢 去输出一下它的note name 那么 对于元素节点来说 它的note name呢 是输出当前的这个标签名 哎 确实的隐含 然后呢 同样我们去输出它的这个 note time 啊 元素节点note time的是 1 没有问题 然后呢 再输出 它的note value 它的note value 对于元素节点来说 它的note value呢 统一都是 那 好 那么这个呢 是关于咱们元素节点的三个属性的一个 输出 同样我们来看一下 文本节点的三个元素输出 啊 那么在这儿的文本节点的应该是我第二个元素 也就是下标唯一的这个元素 好 输出一下 但是记住了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的child node 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学习两个东西啊 它叫做这个 first child 和last child 那么这个first child呢 它是快速的去找到这个当前这个元素节点的 指节点的首位 last child是快速找到元素节点 指节点的末位 好 那么同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儿呢 如果啊 我们要通过这个odv.child node 是0 来访问这个第一个元素的话 显得比较麻烦 我们可以呢通过一种快速的方式去找到它的这个 这个节点啊 那么在这儿可以通过这个first child呢 去找到 好 在这儿我们运行一下 好 去输出一下它的这个note name 我们来看一下它道理是不是m 啊 没问题 确实是我们的m 那么同样 我们可以呢通过这个last child 来输出一下它的末位是不是我们的 Stronger 确实是Stronger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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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